大家好,主播侃侃有余在节目开始之前和您确认,是否已订阅本频道,且打开小铃铛。 这样有任何新内容发表时,就可优先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AI热潮带动先进封装需求快速升温,也推动吸光子、CPU、COPO-S与大尺寸面板级封装等新技术。 随台积电、英特尔两大阵营基站抢单,相关设备厂大量科技、万润、硬能、集军豪、军华等同步迎来大单,营运强增长。 大量科技董事长王作精表示,由于AI驱动高阶封装需求推升对高阶CCD杯钻机销售量大增,让大量今年处于产能满载的热框。 以目前在手订单观察,交期可排到2026年,确立今明年营运升温走势。 万润是COPO-S、COPO-S等设备供应链,近期更跨入吸光子检测设备领域,看好新产品逐步发酵,推升明年营运优于今年。 硬能布局WMCM与COPO-S供应链,COPO-S采用310x310毫米方形面板,取代12英寸晶圆,产能提升数倍,而WMCM为Infopop升级板,集成COW、RDL技术,兼顾效能与散热,满足高速运算需求,订单能见度至2026年,营运持续乐观。 军豪董事长陈正兴表示,转型成果陆续展现,军豪的半导体营收贡献比重已达五成,受惠、离埃需求延续,以再生晶圆,先进封测为营运双主轴,将成为2026年增长动能。 军华积极布局先进封装领域,以获成果,持续扩展新技术与产品组合,预期明年新一代产品将放量,有机会成为第三大营收来源。 目前,全球晶圆代工市场呈现一超一强格局,台积电以70.2%的市场份额遥遥领先,而排名第二的三星市占率仅为7.3%,两者差距近10倍。 尽管三星持续投入先进制程研发与设备升级,但由于订单不足,其代工业务长期处于亏损状态。 业内估算,自2022年起,该业务每季度亏损约在一兆至两兆含元之间。 即便在下一代工艺上投入巨大,三星仍受贵于两品率问题与订单短缺。 为扭转局面,三星制定了明确的两年商业计划,目标是在2027年前实现代工业务盈利,并夺取20%的市场份额。 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在于提升2奈米GAA工艺的两品率,并与高价值客户建立稳定合作。 转机已出现端倪。 今年7月,三星与特斯拉达成一项,价值约165亿美元,持续至2033年底的长期订单,将为其生产下一代AI6晶片。 此外,若Exynos 2600晶片能顺利搭载于明年初发表的Galaxy S26系列,加上高通有望重返三星代工骁龙8系列晶片,三星的晶圆代工业务或将迎来实质性突破。 除了三星,过去几年里,英特尔一直努力提升代工业务竞争力,不过收效甚微,至今还没有收到大批量且稳定的外部订单,长时间处于亏损。 虽然逻辑晶片生产方面相比于台积电处于劣势,有着较大的差距,但是先进封装方面似乎更有可能成为突破的方向。 这是由于,随着全球对AI和高效能运算晶片需求的增长,先进封装技术的需求持续升温,市场对台积电CoOS产现的依赖也达到了高峰。 据WCF Tech报道,目前,行业对强大运算解决方案需求的增长速度超过了仅依靠摩尔定律所带来的改进。 为此,不少晶片设计公司都引入了先进封装技术,本质上就是在同一封装内加入多个小晶片,从而提高晶片密度和平台效能。 这使得先进封装解决方案成为了供应链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作为业界最大的代工厂,台积电在这一领域已经占据了数年的主导地位。 不过,最近的一些讯息表明,情况有可能会发生变化。 近期,苹果和高通都在进行招聘,提供的职位列表中似乎都在寻找具备英特尔、EMIB先进封装技术专业知识的人员。 其中,苹果希望找到DRAM封装工程师,而高通则是在为其资料中心业务部门招聘一名产品管理总监。 具体来看,由于台积电的CoOS产能目前主要被挥达AMD以及大型云端客户承包。 留给新客户的排程弹性和空间非常有限。 这使得其他晶片大厂不得不开始积极评估并布局多元化的封装路线, 包括苹果和高通在内的多家科技巨头。 正积极在其新招聘的职缺中,明确要求具备英特尔、EMIB和Folveros等封装技术的经验。 苹果公司正在招聘DRAM封装工程师, 其技能要求中明确列出了对CoOS、EMIB、SOIC以及PUB等多种先进封装技术的熟悉程度。 同时,高通资料中心事业部的产品管理主管职缺, 也将英特尔、EMIB列为一项重要的专业技能。 英特尔执行长及高层过去曾多次强调, 自家的Folveros和EMIB技术已吸引了多家客户的兴趣, 并具备大规模量产的能力。 其中,EMIB属于2.5D封装, 采用嵌入式锡桥连接多颗晶片, 实现水平整合,无需大型锡中介层, 具备成本较低和散热优良的优点。 嵌入式多晶片互联桥及EMIB, 作为是首个2.5D嵌入式桥皆解决方案, 英特尔自2017年以来一直在出货EMIB产品。 其使用的小型嵌入式锡桥在单个封装内连接多个小晶片, 从而消除了对大型中介层的需求。 基于EMIB构建, 英特尔还提供了Folveros Direct 3D封装技术, 通过系通孔TSV在基础晶片上堆叠。 由于Folveros属于3D垂直堆叠封装, 通过系通孔TSV进行抑制垂直堆叠, 适合混合不同制成的晶片, 具有高密度和省电的特性。 Meteor Lake、Aero Lake与Lunar Lake均采用了此项技术。 而台积电的ColeOS则属于2.5D大型西中介层封装, 是目前支持最多科HBM堆叠的解决方案, 也是AI GPU最主要采用的市场主流技术, 优势在于成熟度高,产现规模大。 市场人士指出,苹果和高通此次明确点名英特尔技术, 被视为产业开始走向多元化布局的讯号, 也预示着未来先进封装可能从单一依赖ColeOS逐渐走向双供应模式。 总体而言,由于像辉达这样的大客户需求很高, 台积电的先进封装产能面临供应瓶颈, 产能扩张很难赶上市场需求, 这使得部分新客户的优先级较低, 只能寻求其他途径。 虽然招聘讯息不代表这些公司接下来会在英特尔出下单, 但是表明了行业内存在对其同类晶片技术感兴趣的潜在大客户。 那么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扩论有余。 最后,请你点赞,订阅。 这对侃侃有余是极大的鼓励。 谢谢。